这样随便啦 OK 这边 拿了绿杆 你们配一个黑眼镜 然后你们就穿一个布置 哇 这样set的衣服要配很set的场地 脚踩上来 戴眼睛 戴一个彩脚没有雷 在自己看我觉得有一点像 Anabelle 这件真的是 我觉得很完美 耶 妈妈不保兴耶 九天就到了 好像很开心这样吗 有新衣穿 当她回到家后 当她回到家后 CAM ROW 6 7 8 CAM ROW 7 啊 OK 嗨 我是个人 看我今天的丸子 然后就知道 我要开箱的就是 新年夜 我可以讲这一堆哦 都是空缘不用钱的哦 现在买淘宝乐就新年前到咩 MC02.0开了之后 其实我真的是很担心 因为很多人讲 然后那个运输那边爆嘛 然后清闻又很慢 一大堆有的没的 但是 我下单之后 我们两天就到残酷 7天就到我手上了 而且我跟你讲 重点是 那今天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MC02还要买新年夜 因为 新年我还是要穿美美拍照啊 我们新年 不能说我还是要有仪式感的嘛 这次买了淘宝 一共有十件 初一到初七 settle 而且我跟你讲 这次我真是超级的期待 但是又很怕受伤害 因为我买 个旗袍 我跟你讲 在淘宝上面买旗袍 真的是个大胆的想法 因为 还刺 还刺 而且除了旗袍之外 我还套了 初三到初七都可以穿的 休闲款 还有今年中国很流行的 博草 求那个嘛 听不懂有点求耶 对不对 那影片的后半段呢 我就会教大家 到底要怎样 可以不用给运费 然后又可以保证 在新年间 可以买到你们的新眉衣 所以大家记得看到最后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开箱先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做一个挑战 就是不是普通的开箱 我还会试穿 试穿了之后 我们就要拿下楼下去拍照 就是记录下整个拍照的全过程 就给大家看成品照 您的穿搭 阿婆主上线了 第一套 初一一定要穿的就是 红色旗袍 这件呢我觉得真的 很好看 你知道吗 它就是改良版的那种旗袍 它不传统的 这边 它故意做一个小镂空 给你一点小心感 然后边边脚 这边呢 它就放了这种束绳的 两边都有 我们就是 Modern型的那种旗袍 然后它的火火 是比较复古的 所以它就是Modern餐复古两边 袖口这边呢 其实它不是紧紧的 有时你会不舒服嘛 但是其实它不会 然后它是修摇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还很好看 很适合黏出一串 那这样随便啦 ok 这边拿了绿杆 来 开始 第二套就是这一件 我跟你们讲 超好看 我刚才自己照进去 我觉得这件也太好看了吧 它就是那种国潮款 然后大大的logo的话 是宽松型的 一点都不修身 然后袖子也是刚刚好 超过你的手肘 所以你拿上来的时候 它会勾到 看到好看 然后这边也不会太紧 我觉得还ok 不会不舒服的那一种 哇 超帅 你们配一个黑眼睛 然后你们就穿一个boot 哇 真的 你出去拜年 你是最帅哦 这样sack的衣服 要配很sack的场地 就是停车场 还有一辆车 屁股一点点出来 脚抬上来 戴眼睛 年初三 这间超好看 我发现我每一间 都没有什么雷耶 你知道吗 这间是那种国潮款的位移 所以你看这边 有一个日本很出名的卡通 这个我们要转过去看 重点在后面 登登 很硬是不是 而且它版型哦 超帅 我跟你讲 它版型就是你配一个白色的短裤 年初三 算了去朋友家你还可以去跟男朋友逛街 所以其实它是情侣款 登登 有没有 一黑一白 超帅的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找过去给他看 嗚 闪瞎人家的狗眼 好帅 第四套 Oh my god Girls 我觉得有点累 但是我每一间 都没有什么累 应该会比较好 但是应该是那种 我超帅 戴一个彩角没有雷 戴自己看我觉得有点像 Alabelle 其实它蛮美的 就是不适合你的风格 真的 它太公主了 但是我觉得 穿在我身上有点 Alabelle feel 就是那种 Barbito的感觉 但是其实它还是不错 而且它剥哦 它是那种很滑很滑的丝丝布 你觉得我穿了之后 有没有像Santa Lera Santa Lera Santa Lera 只有你分 打开神圣的雨伞 出这一套 这一套就比较修闲风一点 它就是热炒我们会看到的隔纹 然后它的这个领口就是 泡泡泡秀的 然后你也可以拉下来做成两种穿带 裤子方面 它这边是束腰的 所以它是没有什么尺寸的 是均嘛 然后它是高腰 就是折小腹 皮质 然后这边是泡泡的 整个是很舒服 然后穿上去也不会走光 开冰箱 打开 坐在冰箱前面 这一套呢就是非常韩式 有点古怪的 因为刚才摄影师看了这套之后 他跟我讲一句 他讲你的配写是蛮奇怪的 我 OK 这件衣服呢 你看其实它是两件式的 它这件是可以脱掉 就是不是黏在一起的 里面是斑马的无袖衣服 然后再套一个白色的这种卫衣 事实上是今年Burking戴起来的一个流行 就是这种两件式的 后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次觉得像大场景 是因为它不熟一样 所以它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是宽松性的 不熟一样你背一个bag 也是蛮可爱小小的那种 就是OK的 我个人是觉得OK哦 最后一套超喜欢 这件真的是 我觉得很完美 你知道吗 无论是上一根裙子 我觉得它们是同一间店买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哦 它这件衣服就是那种文青感 它规范有一点油画感的这种涂鸦 在这个领口很好看 今天很流行 然后袖子上面是透明泡泡袖 很可爱很梦幻 就是有文青feel 然后它的衣服呢 其实是偏透明的 所以里面要穿一个打底的衣服 不然就会看到那一种 连这个扭扣全部都做到 非常非常精进 裙子也大好看了吧 它是那种工装裙 但是 它这边故意做了一个小 pocket 看到吗 这样还会在裙啊 这个是它的腰带 可以竖紧一点 然后有一条让它就捶在 这个裙子的中间 就是一种设计感的那样子 不小心看到内衬的时候 其实它格子 漂亮哦 里面是有格子纹的哦 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文青 很安静可可爱爱这样子的一个feel 出去就来个小清新feel 然后你就加一个红色的ribbon 找一个白色的墙壁背景 然后你就转 摄影师抓拍 好啦 全部衣服都已经试完了 这次我一购买十件衣服 都不用给运费哦 都是空运 都不用给钱 总共是4kg 我这边骑马都剩了 70多块我跟你讲 那怎样不用给钱呢 就是大马包邮 只要你买上299元人民币 就可以免运费 只要你给钱的时候 看到运费那边 空运海运写着0 就对啊 有些网友跟我讲 这个299包邮的东西 只限海运错了 只要你勇敢一点 点那个空运下去 你会看到其实它是0的 所以 如果你们不懂的话 可以放回我上一集去看看我的脚 那也是很多人讲 大马包邮里面没有什么衣服的啦 Hello 你看到我刚才选的衣服 多么的不同种类吗 全部都是在大马包里面找到的 所以你们跟着我买就对了 如果你们找不到的话 不然你们也可以去search吧 那边直接去search keyword比如说 旗袍款 新年衣或者是 短裙啊 显瘦啊 修手臂啊 之类的都可以找到 另外呢还有淘宝年货节promotion 如果要买淘宝的话 注意听啊 第一天到满300元就减30元 淘宝满200元就减15元 上铺封顶 第二 17号到25号每一天10点的早上 跟4点的下午可以抢到最高888大红包 那如果你现在没有开通 拉达罗乐的话 你马上马上马上去开通 因为开通了之后 有很多promotion 如果你不懂怎样开 看完我上一支影片 开通拉达罗乐之后 你第一次刷卡满 100块就减10块 通过了之后 你用wallet balance给钱 就可以免手续费 1月20号0点开始 你用余额来支付 满减199块减99块 50块就减5块 数量有限啊 想花位置 1月20号0点 银行卡优惠最高满 300块减100块 想要知道更多 记得留守淘宝Facebook page吧 那我每次淘宝影片之后 都会给大家Promo Code 这次也会有Promo Code 就是这个 4K 40块 大块你去用 最后还有一个很可靠的消息 1. 或是在包邮专区购买的话 在2月5号前 合胆支付运费 2. 在你的货节期间买 1299大马包邮专区里面的商品 一件包邮座等包裹 不需要二次操作合胆支付运费 简单又容易 这两个东西呢 如无意外都可以在新年前 或者是期间收到货 时效一致 除非疫情地区 或者是MCO地区 派生有小小的影响 那是问题都不大的 所以只要大家自己Bookmark起来 找买找省心 你们保证新年前要拿到货 就要跟着做 那衣服的link呢 刚才我试了 全部我都会放在caption 你们可以跟着我买我的新年款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想要这个影片呢 记得给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聊看 我是肯 下次再见 拜拜